好,在这个单元我们来讲的是 以色帮工技巧里面的 计算每个月共有几个星期天 那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切到工作表里面来看 这有12个月份 我们要算每个月有几个星期天 首先我们要等于DATE 我们要讲说它年份是哪一年 2023年 一月,但是这个是国制 我们要抓它的月份怎么办? 我们就很简单,LOG 列号减几减六 因为我们现在在第7列 7减6等于1嘛,1月 但是我要抓1月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要加1 然后逗点0 表示刚好是2月的头 但是因为你一直给0 你给0的情况下 它就会变成1月的尾巴 就1月31号 1月31号以后呢 再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知道1月31号 它是当年度第几周 所以WEEK NUN 刮湖 我们要看它1月31号 刚好是在第几周 他跟你讲 它是位于第5周 有没有,第5周 那因为它这个都日期格式 所以你要自己人工干嘛 去把它改成一般格式 一般格式 第5周 第5周 第5周以后呢 我们还要再干嘛 再去捡 捡什么 上瓜糊 我们前面这个储存格 B6 冒号B6 它的总和 注意到哦 那第一个 B6要加上大德扇 加上货币符 为什么原因 我们要 当我算2月时 要扣掉1月嘛 当我算3月时 要扣掉1、2月嘛 所以 第一个 起头的那个 一定要把它 加上大德赛 把它锁定起来 往下扣笔时 才会干嘛 一直扩大 匡选的范围的值 然后再来 还要注意到 要减1哈 因为你本身那一个 所在的周 要扣掉 哦 因为本身 像31号 它是写第5周 可是31号 第5周呢 你要先把它扣掉 它没有礼拜天 懂吗 它不是礼拜天 它只是 那一周的某一天 所以要把它扣1 扣掉 扣掉1 再扣掉1后 结果出来 它是几周 它都一定都会把你 还变成日期的 很麻烦 所以你要自己人工 一直改 好 变成了4周以后 怎么样 它就算出来 1月份有4个礼拜天 我们在右下角 V7儲存歌 右下角点两下 它就跟你讲 2月也有4天 3月4天 4月就5天了 有没有看到 7月5天 10月也5天 12月也5天 5个星期天 有没有 所以它这个地方 你万一下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点这里 工作列来看 有没有 10月份 有几个星期天 123 4 有没有 4个星期天 有没有看到 但是你要注意到 前面还有一个 头 1号的 5个星期天 有没有 或者你说我今天7月 8月7月 7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7月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7月也是5个 5个星期天 所以请你特别注意到的 就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直接把你统计 每个月份 共有几个星期天 我们先看一下